就是我跟别人只要关系稍微一清静 他就把微信给删了 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聊得特别安美 他和那女生还发什么亲爱的啊 现在淘宝上面也交亲爱的啊 然后那女生还说什么我想你了 然后他也回过我也想你 所以你不觉得到底谁是爱女朋友啊 难道所有女生都是爱女朋友吗 之前我也跟他说过 就是我之前大一的时候 刚进学校认识一群人 然后觉得学校就是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们就租房子出去住 然后住在一起就感情特别好 然后后面他们自己创业去了 然后就没在一起 然后平常聊天就说的话比较亲密一点 就亲爱的啊你在干嘛 然后我想你了 我说我也想你了 我就觉得很平常啊没什么 那为什么你还给他们发红包呢 每次过什么节啊 或是无缘无缺就给他们发红包 就他们自己找我要我就给了 那比如一直这样讲 你就一直给别人呢 我跟你说了就是 朋友和女朋友是不一样 只要你在我心里面 我知道自己地位不一样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表现出来 可是每次你想的和你做的完全不一样 你自己不也给小学弟发信息吗 说你喜欢喝甜的喝酸的我给你带送给你啊 你解释一下这事啊 没有是因为我跟那个小学弟是玩得好 然后就是有时候他也会给我带东西 然后我就就无意间问他 其实没有什么 对啊你也有朋友你能玩得好 我也有朋友我也能玩得好对吧 就我也没有干涉你什么 那可是为什么你跟你的前女儿还保持联系呢 每次你回什么岳阳你就说 什么评论前女儿啊 说什么我回岳阳了 晚上一起出来吃东西啊一起去玩 哎你和我在一起为什么你要和他们保持联系啊 那都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 就觉得小时候 小朋友你今年才22岁 就我觉得就是以前高中不懂事的时候 就进了既然还没有三位姓好友就证明没什么 回家聚会嘛 然后就联系在一起 他就拿这个说事 他自己其实平时玩起来了 他就不管我 有一天我主动约他 我说我们出去玩吧 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说不我要跟别人去逛超市 他自己有玩的时候他不找我 所以我很好奇的问 现在你们俩不是已经异地了吗 对不对 异地了其实每天打个电话就好了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保持一定的这个联系 大家互相问候 思念了就打一个电话 诉一下中场 实在再想了我们就从一个地方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去见他 你们这么做不就行了吗 焦虑在哪呢 是说他在那个城市上你非常的不放心吗 对特意不放心 那怎么办呢 他怎么做你才能放心呢 就希望他干什么都要告诉我 干什么都要告诉你啊 对啊就比如说 对他说我起床要说早安 中午要说午安 晚上要说晚安 然后什么都得跟他说 这个东西你能做得到吗 就我有时候我就是起来了 我就想到了我就跟他发 但是有时候我确实是有失去了 他就打电话发视频 然后发信息 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又理别人啊什么 你跟别人过好了 你别理我了 就一大串就这种话 可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我和他是男女朋友 肯定你要告诉我你在干嘛 你是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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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挑 你 感谢观看